接下来看的是加班政府要管 北京的政策大刀什么时候挥到哪里 没有人知道 这一次闸刀挥向了中国网络企业 网络企业有一个996公时 一直都引人诟病 因此在2月份就传出抖音母公司 字节跳动有工程师过劳猝死 北京市政府开第一枪 对企业违规加班 立刻诊治锁定网络企业 那包括了很多生鲜电商 也传出过品质不良的问题 现在被严查的更紧绷 中国的网信办还推出一系列 针对网络平台直播主的管控规定 看起来政策上是要持续收紧网络企业 对网络企业严加控制 在中国大陆 尤其是网络企业的职场常态是 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 每周工作6天的996工作制 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说 只要加班不死就往死里加班 22号深夜一则字节跳动又猝死一位 妻子怀孕两个月的消息 在网络上传开 猝死员工妻子说 自己的丈夫是字节跳动的工程师 工作已经四年了 平时加班很多 尽管从媒体到民众之间 对于过度加班的批评从来没有间断 但疑似因为过劳而死的悲剧 却始终未能消失 从拼多多到影片网站 在到最近的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 都曾传出员工疑似过劳猝死的消息 面对持续恶化的职场加班问题 北京市当局终于决定开出第一枪 官方坦言 包括字节跳动 腾讯 快手 百度等网络企业 就是北京市这一波针对整治的重点 要确保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 不超过40小时 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然而 整治得了嘛 为什么 太普遍了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会有这个问题 企业要发展啊 对吧 而且企业它也是在解决民生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民众认为 光是查清楚企业有没有让员工加班 就是个问题 尤其当前不少网络企业 采取在家工作的模式 或者让员工打假卡 甚至给员工超额工作量 因此只看工时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你一天的工作没做完 那你就自己加班把它弄完办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吧 至于他自己 每天四五个小时吧 大陆的网络企业 除了因为工时问题 遭遇官方严查之外 还有这个 生鲜电商平台丁东买菜 近日被媒体踢爆 用死鱼冒充活鱼 以及把过期蔬菜更换标签 重新包装贩售等列行 周三遭北京市场监管局行政约谈 并且立案调查 丁东买菜周四紧急发声明致歉 由于丁东买菜 已经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 消息一出 股价惨跌一成六 而同样在美股上市 或者接受场外交易的生鲜电商 美日优先与美团买菜 也成为北京当局 这一波宣告严查的对象 除了北京市对网络企业加强控管 中国大陆网信办周四也召开记者会 宣示展开清朗系列行动 管控网络活动 将着重打击网络直播 以及包括抖音快手等短片领域的乱象 全面整治劣迹议员违规复出 被封账号违规转世 严格管理主播和短视频账号 规范打散行为 要合理设置充值打散 及受散的额度评斥 北京当局从2020年起 持续针对网络企业加大监管力度 包括以反垄断的名义 对阿里巴巴采罚222亿人民币 腾讯更被迫吃下450亿人民币罚单 部分网络企业被迫出售子公司 或缩小规模 导致销售成长降低股价下跌 彭博统计指出 与去年2月相比 腾讯与阿里巴巴目前市值 已经蒸发超过1兆美元 两家企业近日也传出 有益大规模裁员10%到15% 一方面就是为了 维护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个方面就是为了促进 互联网企业也包括网站平台 持续健康发展新闻资源 在北京当局持续挥舞的 严管大旗下 成千上万名网络企业的员工 现在担心的可能不是加班 而是被迫没班可上 TVBS新闻综合报道